人是乡公所推动原民产业 服务职计划三年有成 尤其今年度完成了旧五鹤茶产业中心的诊件 为最后一礼录 也在今天上午是热闹举行了启用典礼 原民会副主委股仲克勒方案 亲自到场请客 而乡长陈静光感谢原民会的支持 并表示 未来提供作为地方产业的推广平台 升级瑞穗香的产业 乡长陈静光 原民会副主委股仲克勒方案 花改厂秘书宣大平 向待会副主席黄建华与代表 部落头目各村村长 共同进行启动仪式 日水乡公所产业推广中心 也正式开放启用 日水乡公所争取推动原民会 产业扶植计划三年有成 以部落小旅行的方式串联 推广部落以及乡内农产产业观光 也使得地方产业升级到六级产业 成效卓著 原民会也高度肯定 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部落的年轻人 透过这样的产业平台能够来回到部落 来让我们的部落在产业的推动上充满活力 来提升我们的经济生活 原民会这项原住民产业不知计划 全台有18个乡镇同步推动执行 投入将近4亿多的预算经费 如水乡公所在地方多元族群多元产业的考量下 跨族群跨领域的不知推动 不仅原民部落 其他产业农民也受惠 这一次得到原住民委员会的经费 加上县府跟公所的经费 然后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扩大 一个服务的一个范围 不要局限在我们单一的族群 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照顾地方 不分族群的一个目标 当然我们还是会专款专用 对于特色的一个计划 会针对我们特定的对象来做服务 热闹启用的产业推广中心 商工所将先行营运管理 并在这一年当中拟定委外等相关规定 香港陈金光也进一步表示 未来也将依法令规定 提供原民产业组织或合作社来经营管理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